最近,GYP一人因穿不当图案的衣服而受到多次抨击 一周前,NBIS海员穿着一件印有促俗字眼的衬衫 不得不删除了Young,Dumb,Stupid,NB的部分内容 然后在3月20日粉丝们发现 TWEST海员穿着一件有争议的QNR衬衫 QNR是一个美国优异政治阴谋论团体 经常处于各种政治运动和争议的中心 在各种QNR阴谋论的推动下 QNR追随着多次实施暴力行为 因此,许多粉丝对GYP的造型师 在偶像造型方面没有进行正确的研究而受到批评 而后,彩英又被发现 上传了穿着万字服的T恤 瞬间整理再起 这是一个与纳粹有关的符号 被广泛认为是仇恨的象征 3月21日,彩英在她的INCE账户上发表道歉声明 表示她不知道这个标志与纳粹政权有关联 并对穿着这件衬衫表示深深的遗憾 表示以后会更加注意自己的时尚选择 虽然了解TWEST的粉丝都知道 彩英在她的风格中更倾向于朋克的一面 包括她的服装和她的纹身 但前提是应该要首先记住特定符号所代表的意义 尤其是当她作为公众人物的时候 另外,除了偶像本人 公司造型师也有很大责任 记得16年,紫玉就曾身穿 一有脏话的舞台服装登台而引发争议 舞台服装都是由经纪公司提供 所以这种问题完全是经纪公司的责任 希望GYP能加强相关管理 避免再发生类似事情 爱的韩语社,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你赞和订阅哦